前段时间佩洛西去了一下中共的台湾地区 回来之后呢 回来之前 前任总统特朗普也开口骂她 说她是疯婆子 Crazy Nancy 她这么骂她 实际上并不是说因为她出于什么中国的利益 世界和平利益 全不是 因为什么她跟佩洛西有丝绸 丝文件的丝 有丝绸 这个说明什么两党恶斗还是继续在进行之中 你看前段时间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不是被FBI突袭搜查了一次吗 这是特殊的待遇 享受这么一种待遇的话 也是特朗普独一份 小蝎子拉屎独一份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特朗普确实不高兴 别人还问拜登 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老拜登装糊涂 他说不知道 他怎么能不知道呢 对不对 没准就是他的受益之下 才这么看 真是 你看 政客的话 你听 你能信吗 对吧 政客什么时候能够说实话来呀 除非在他这个不留神的时候 可能会说出一两句实话来 那特朗普被抄家这个事儿啊 这个起码说明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他的政敌阵营啊 太把他当回事了 太把他当成一盘大菜了啊 这个这个时候要找他这个下手 中期选举快到了嘛 第二点呢 也就是特朗普本人呢 也是啊 有点这个搂不住火啊 这个锋芒太外露啊 你看这段时间啊 其实自从他卸任总统之后啊 一直他就是啊 这样一有机会呢 就给这个同党的 这个共和党的叫什么参选人啊 这个站台 只要一站台 他不就有机会上台演讲吗 一演讲的话 就就就就就有了话语权了吧 他的声音就出来了啊 除了发牢骚就是攻击政敌 对吧 这个树大招风啊 这个不仅呢 是他的这个敌对阵营这么想 实际上他的这个本党的其他的人呢 也未必啊 没有人啊这么想 因为什么你你那么锋芒外露啊 你现在又要高调的说是要这个啊 参选这个2024 哎 你共和党里边啊 就没有人也想在2024想出头了吗 你这么大的声势啊 你这么大的气势 这么高调啊 是不是压住了啊 同党的那个其他人啊 想出头的那些人的那些锋芒啊 压制人家人人就不好出头了吗 所以这个网上还有人啊 就这样推断啊 说这个大难阴谋论也出来了 说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被FBI搜查 这个肯定有那些啊 他那些的话也就是啊 平时啊 跟他最亲近的人啊 不是身边的人呢 就是最亲近的人 要不然这个FBI的人啊 怎么一去一抓一个准呢 都知道哪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啊 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动啊 专奔那文件去 所以事先啊 都会啊 这个这个探好了路子啊 踩好了点 知道哪些要的东西啊 都藏在什么地方 特朗普啊 之所以这么高调啊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2020年啊 虽然败选了 但是他的那个铁杆粉丝啊 都还没有解散 都还存在 只要是一击合一招呼呢 都能够凑在一块啊 这个形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势力 我这个个人感觉啊 总觉得特朗普这个时候啊 弄得那么这个锋芒外落 实在是不必要啊 他呢 应该啊 稍微的这个自我约束一下啊 这个筹好了时机你再来呢 对不对 你现在就那么锋芒外落啊 就容易啊 被对方抓住把柄 你让别人那么嫉妒 那么忌惮啊 这个这个终归来讲啊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 我想他应该学学什么 学学这个中国人的智慧啊 起码呢 他应该学两个这个历史人物 一个是这个韩西仔 另一个呢 是司马尹 这个韩西仔啊 是这个五代十国那时候的人啊 他是做过这个南唐宰相 他这个 他能力很强 他当年呢 他治理这个 他治理经济是一把好手啊 当时的这个管辖的那一片疆域啊 通货膨胀啊 他就出面了 他出面就是这个用那个货币政策啊 他监督这个他主持那个铸币啊 这个不是印票的 是铸币啊 他这个改改革了这个币制之后啊 就是抑制住了通货膨胀啊 所以他是有治国能力的 他是专才啊 他起码啊 是个经济学家 他做过宰相啊 有那么大的本事的人呢 这个当时的朝廷啊 就是 嫉妒他啊 这个忌惮他 怕他什么呢 你看他家里又不缺钱 那么富裕 他曾经 他又是经济学家 他还是财政部长 可以这么说 他家里边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他交界面又广 各界的朋友 各个领域的朋友啊 他他都有啊 人人脉又那么这个这个啊 丰富 人力资源又又那么丰富啊 这个所以会招来朝廷的这种嫉妒和忌惮 所以呢 就啊 悄悄的派人呢 就是看他啊 看他整天干什么 是不是有这个谋反的那种啊 这个意图和机会啊 但是韩兴仔何许人也啊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实际上像那么这个有大智慧的人呢 他不用说一眼啊 他闭着眼睛 他能够感觉出来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有人来了 来的人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啊 他这个假装让他自己沉迷于这个酒色啊 酒色才气啊 什么刮骨钢刀的那一类 他就是左搂一个右搂一个的那个 他给人的这个一个印象啊 就是他已经沉迷于这个酒色了啊 后来有人不是画了一幅长卷 叫什么韩兮仔夜宴图啊 这个分什么五个部分啊 每一部分的话都有他这个人物出场啊 他就是夜夜声歌啊 这个开办酒席啊 就夜宴图啊 这个流水席 反正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呢 他都请去 而且各界的朋友都有啊 什么不光是官场的了 市井的也有啊 连这个庙里的和尚啊 都是他的朋友 对吧 这个更何况像什么歌舞纪之类的啊 那更是他的这个座上宾啊 大家吃饭喝酒 对吧 聊天啊 这个风花雪夜 他给人这么一个印象 所以这个朝廷啊 派去观察他的人呢 也得到了这么一个印象 回来之后啊 就按照他的这个记忆啊 就画了那么一幅长卷的韩兮仔夜宴图 后来历史学家这么分析啊 这个韩兮仔之所以啊 这么做 实际上就是打消朝廷啊 对他的这个疑虑 我认为啊 这种这个推理啊 特别符合逻辑 起码呢 这个韩兮仔啊 他就是没有心思想谋反啊 那如果朝廷哪天高兴了 给他安上一个罪名的话 他也受不了 所以他起码要是为了自保 他也得啊 这个相对的保持低调 但是他家太有钱了 他保持低调的办法 就是给人一种啊 他整天挥霍钱的啊 那么一种印象 第二个他需要学习的呢 应该是这个东汉末年的 那个叫什么 司马懿 司马懿啊 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朝廷啊 找工作 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后来是越混越好 地位呢 也是越混越高 这个人呢 这个特别能耗啊 你看有一句话说什么 人活50古来西 人活60古来西啊 真是啊 你看东汉末年的那个时期啊 也是连年征战 对吧 连年征战的话呢 这个就有在战场上战死的 那么这个 那这么一来的话呢 这个人的平均寿命啊 他就相对的这个减少 实际上呢 那个时候营养也不足啊 健保也不够啊 能活到六十几岁的人 算是长寿了 你看那个 曹萨活了多少岁的时候啊 65岁啊 刘备是62岁 诸葛亮呢 更年轻就去世了啊 53岁就去世了 那司马懿呢 活了72岁啊 这个 呃 73、84啊 阎王不要自己去啊 这个司马懿能活到72岁啊 这算是长寿了啊 真是算是长寿了 他呢 耗了多少 曹家的这个四代啊 曹曹那一代 让他给耗死了 曹批让他给耗死了 呃 曹瑞让他耗死了 啊 到了第四代呢 是这个 曹芳 其实曹芳不算是个咖啊 名义上是个咖啊 叫做主公嘛 实际上 他的真正的 这个厉害的对手啊 曹爽 这个曹爽啊 是这个 暗中盯着他啊 这个给他名声暗将 把他地位抬得特别高 那司马懿当时也知道啊 这是要架空他啊 所以呢 他是这个 扑大业啊 他又装傻 他又装糊涂啊 他还装病啊 他说我这个不干了 我也干不动了 我回家休养去了 他这一段时间 他就回家休养 但是这个曹爽啊 还是不放心啊 就是派人呢 去暗中啊 监视他啊 有见了那么一个机会啊 就是曹爽呢 说他的手下有一个人呢 要到一个地方去捋心啊 比如说要到哪去 当这个这个地方官去啊 这个当地方官之前呢 他就让这个人呢 中途去拜访一下 这个司马仲达 是吧 这个拜访一下这个前辈啊 但是那个司马懿也是一眼看出来了啊 他他他那么这个这个聪明的人呢 啊真是闭着眼睛就知道来人了要干什么 是什么意图啊 他事实上就吩咐好啊 这个来人不善啊 呃 大家跟我配合好啊 吩咐家人和这个庸人啊 这个跟他全力的配合啊 这个家里的人也是很听话的啊 就全力配合他 等着来人啊 这个这个啊 到了啊 他就让家人呢 就搀扶着他啊 就出来啊 那意思就是我跟着中风了差不多啊 我跟这个叫半身不随也差不多了啊 左一个掺右一个掺 拖着腰 完了这个 这个踢了他啦的就就出来迎接啊 这个落定之后啊 他还有装聋啊 又装看不见是吧 耳又聋眼又花的啊 完了对方说什么话 他还有一个就是打岔啊 完了这个中途啊 他还安排了一个细节啊 他让这个 他说啊 他我要这个饿了 我要我要吃饭 我要喝粥啊 所以让庸人呢 就端来了一碗粥啊 端了一碗粥啊 实际上全是事先 这个设计好的那个剧本啊 就当着来人的面 喂给他喝啊 这老先生当时就是啊 这个喝一口吐半口的那样啊 要不好喝啊 不往嘴里边喝啊 当然是咽是咽了一小部分 大部分呢 他要往前胸间这儿就吐啊 弄得啊 这个相当的这个肮脏啊 来人看的话也挺恶心的 这给人来人啊 这根对 这个呢 给对方一个什么概念 说这个糟老头的 已经活不了太久了啊 已经是无耻下流了啊 这个耳朵也聋 眼睛也花啊 你跟他说什么东西 他还打岔啊 已经是一个 基本上是废人了 没用的人了啊 所以呢 就不必要啊 再去这个关心他 关怀他 或者重视他什么的 哎 这个呢 就是司马懿啊 就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啊 但是后来有一个高屏林的那个政变啊 高屏林政变的时候 那他才精神啊 他是到最后啊 真是熬到最后多了天下 但是之后他又把这个天下交给他儿子了 对吧 这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 对吧 我想特朗普啊 应该学一下他们的这种啊 这个智慧 他们的这些手段 这样呢 你才不必被你的政敌阵啊 看得那么严重 虽然你有那么高的本事 但是呢 你该隐忍的时候 还是要隐忍一下为好啊